我们有两个孩子 老大叫陈佳恩 今年十八岁 老二叫陈佳静 今年十七岁 大哥佳恩他比较好动 比较激渣 人也很好奇 他有什么东西他会跑来问 也很独立 就是在家里做空课 玩耍这些他都是自己 然后弟弟就比较文静 比较不爱说话 个性也比较害臊 虽然他们都出自同一个工厂 性格也有异 但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属于特殊的自闭孩童 出世的时候就跟其他孩子是一样的 然后是到了大概两三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的语言好像没有什么增加 就是一直在那个level这样子 他在玩耍方面好像也是一直重复的同样的玩法 我就发现他好像不大会 然后是到了三岁 看了一个心理医生给他诊断 他才说你的孩子是止笔症 小儿子是在大哥被诊断过后 然后也就发现他也是有类似的一些症状 他诊断是也是差不多三岁 觉得很残酷 一个就好了嘛 为什么要给我两个 那个心理刚开始是非常的不平衡 到了某个阶段就是一直在寻求答案 去翻一些医学的一些书 看关于自闭的一些资料 那也尝试寻求神明的那种 也上教堂啊 上妙语啊 寻求他们的一种开导或者是指引 不过现在基本上已经慷慨了 要照顾他们两个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全部都要教就对了 普通的孩子你这样跟他重复一两次 他可能马上就知道了 可是我们的孩子你得一直要重复好几个礼拜 甚至几个月他才慢慢明白 哦 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 吃饭也是一样 因为如果说我只是单单用讲的 他们有时候可能听不明白还是没听见 然后就会站在那里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我也不可能 胡思胡克一直站在他的旁边 哦 你怎么样做 就是后来就想 ok 用图片放在那里 让他自己独立去看 去翻 然后就懂得说 哦 我现在该做什么 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一 二 三 四 三 四 来 OK 会觉得累 会觉得惊喜 你要付出的那个精神 精力 来教导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是超出一般人所能够想象 是 要做什么 我需要做什么 做什么 你需要做什么 是 教他新的字 要花几个礼拜 几个礼拜 一个当事 社会对自闭孩童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就老是觉得他们好像有一些先天的才能 其实不是的 像普通人一样 自闭孩童也有他们的那个能力的局限 是 老二 健康 过每一天 就很好了 我觉得 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是所有家长们的梦想 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让这两兄弟感到快乐呢 让我们去他的家拜访一下吧 孩子都在啊 今天我是来找他们的 好 来到他们家我发现弟弟呢 他非常安静 然后很认真地在拍拼图 而哥哥就在看着很多飞机有关的一些视频 像是飞机怎么样起降 飞机的内部构造 甚至是飞机师在机舱内的一些画面等等 然后电脑旁边也放着一架A380的飞机模型 原来哥哥对飞机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跟兴趣 这让我有了一些想法 今天来到了新加坡青年飞行俱乐部 跟他们约了要开会讨论一下一些细节 因为毕竟有很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要看看有没有办法实现我的想法 如果能够让他们两兄弟来飞上天空 还是怎么样的话 可能对他们来说会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体验 机舱的空间很小 而且还会很吵 所以我怕他们会不会觉得很有那种恐惧感 我们跟他们讨论了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包括了像是两兄弟他们的特点 个性 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其实我们有一个simulator 就是一个模拟 那个给模拟训练的机器 所以跟真的飞机都是一样的 这边其实有非常多不同层次的一些东西 包括了像是模拟飞行器 一些飞机的模型 非常庆幸得到了新加坡青年飞行俱乐部的帮助 想到了一套方案 就希望能够帮他们完成梦想 今天是圆梦日 马上就要带着整家人到新加坡青年飞行俱乐部去 我非常地期待今天是否能成功地 带着两兄弟冲上云霄呢 整装在吧 准备好了 你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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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我们走 今天跟两兄弟相处时间比较长 就不要能够观察到他们那些小习惯 弟弟的话会喜欢观察路上比较大的车子 哥哥的话就是会戴上耳机听他的音乐 今天真的是很开心 不要说是孩子 就连我们做父母 我们也是觉得很兴奋 去到那个摩托室的时候 老大还是没有办法克服那个一时之间的那个紧张 好像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反而是弟弟 弟弟显得比较镇定 你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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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模拟飞行器啊 它能够在里面就好像在驾驶一个飞机啊 这个是意义蛮重大的 因为这个完成了他一直以来的这个梦想 想当一个驾驶飞行员嘛 我看他真的很专注在飞那个飞机 瞬间觉得 我儿子是飞机师 这种感觉 要是他们没有这个先天性的缺陷的话 也许他们真的有这个条件成为一个飞机师 那我们在旁边看了 其实也感到非常开心 非常欣慰 当他看到飞机 然后又坐上去的那一刻呢 我看到他脸上的笑容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满足我 我知道他爸爸其实也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然后他也为了他的孩子 能够有这样的一刻感到非常的骄傲 因为我们也意识到了 弟弟 太重了 高头大嘛 有点超重 所以没办法 他就是个个个子比较矮小一点 所以给哥哥跟妈咪 起飞的时候他有点怕 可是一开始升空的时候 他就觉得 OK 这挺好玩的 然后他就指给他看 地面上有什么东西 他就看就 OK 挺兴奋的 然后飞机转弯的时候 他还会做那个手势说 我也一起转弯这样子 对 我心里是在想 我这个孩子 他在机舱里面应该是 一定是很开心的 在里面 这条路18年来真的是辛酸苦辣 走来真的是不容易 也让我们觉察到 就是有些在我们起初认为是不可能的东西 最终好像又变得可能 照顾一个自闭症的孩童肯定不容易 那照顾两个的话就更加的不简单 你看着他们应对孩子们的态度的包容性 因为你不知道孩子下一秒会说什么 做什么 他们对好像接下来过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期待 那种有希望的感觉那是很好的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不要放弃 一直尝试 一直尝试 今天不可以 还有明天 还有下个礼拜 还有下个月 我相信还是会学会的 也不敢去想的太多 毕竟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走一日 过一日 当然是乐观一点 好了 就这样吧 享受过程 享受过程 盼望明天会更好 是这样子 最后的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是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回去之后就一直很好奇说 两兄弟 尤其是哥哥 有没有跟你提到他上次在飞机上面的一些经验 有啊 他一直有在看我手机拍的那些照片 跟影片 是看他自己的照片吗 还是是看外面风景 看他自己 看他自己坐在飞机里面 跟看他在加那个游戏机的时候 他就一直讲 我是船长 所以看的时候有讲他是船长 可见他其实很喜欢 他真的很喜欢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印象很深是 你记得吗 那天我们去的时候 他其实很怕 然后他就一直跟你说 他要躲在你后面 他就讲说一直要妈妈陪 妈妈陪这样子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可以 没有期限地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你会希望可以陪他们身边 会啊 我会 就是 保护他们 然后照顾他们 他也觉得可能开心 妈妈在身边 我能做到我就 我会啦 留在他身边 而且孩子是一个一辈子的责任 还有爱 陪伴 这个承诺是重镇的 对 对不对 好像无形中已经答应了他们说 妈妈一直会在你身边 对不对 直到你健康长长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我们的圆梦伙伴 就是我们的中国人兽呢 其实有准备了一些礼物要送给你们 所以第一样呢 因为 我们这一趟呢 有很多珍贵的一些片段 所以其实我准备了一个电子相框 然后里面我已经放了一些我们玩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啊 包括像接下来你也可以把一些视频啊全部放进去 对 好不好 然后你就可以让哥哥 弟弟一起看 OK 这是第一样 第二样我个人比较喜欢 OK 第二样呢 是因为我记得那天我们去飞行学校的时候 有其中一个部分是我们让他们两个自己玩那个遥控小飞机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如果他们自己拥有的话 可能他们会喜欢我猜的 所以他就是跟我们那天玩的那个遥控小飞机差不多一样 这个的话呢就是他带上之后他就可以看到飞机前面 进口拍照的那些东西 所以就希望哥哥跟弟弟会喜欢 好谢谢你们 谢谢你 他一定很喜欢 对 然后好像还可以拍 就是他背什么他可以拍拍了之后你又刚好可以放进相框里面 他就喜欢看照片了 对 所以就希望他们会喜欢 他一定很开心 谢谢你 因为爸爸妈妈也很辛苦 我们也希望可以帮到你们可以让孩子快乐 让你们一家人快乐 共享天伦 我们都在努力啦 好啦就希望你们加油 OK 希望你们一家人幸福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们先回了 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是